想這個是這禮拜找的PAPER 他是做那個 你居然有沒有我們的HOWWALK有沒有做的 怎麼把東西print出來 喔有 你說那個 輸出那個壓力 溫度跟那個 有嗎 有 之前看來是學長 請教學長 有有有請他指點一下 對就是 應該很簡單吧 比PUL還簡單 嗯 然後還有去就是有去查一些他可以 就是除了那些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輸出去測試 OK 那昨天 昨天有請學長教一下那個 做那個 就 日收說做 品牙做那個QE的流程 對 也有先亂過一遍 然後我們會再 我在找時間再重新操作 OK 那 那這個PAPER是在做 下個禮拜 然後把你們去戲辦 喔我問一下我那三個鑽提生 怎麼都不見蛋 都不見蛋 都沒有來爆炸 有沒有來爆炸 沒有 都沒有 那我們要主動去找他們 去其他老師做大學生 來做鑽提力 請他們多做一點 就覺得他們好像覺得會被熬還是怎樣 反正很簡單 就是 你們暑假作業做的那些 然後用那個Material Studio就好了 不用太難了 太難他們也沒辦法 等於下禮拜你們去問一下洪樹華小姐說 那三個 問題在 對 然後就是其中他們願意來找你們 說報告就報告 好反正期末我們就是用那個來打成機 用那個 對 Material Studio 好 好 那要怎麼操作 因為那個是不太合法的 對不對 不太合法 Material Studio 我們沒有買正版 所以 就是要看他們 一台 電腦 遠端連續的還是怎樣 他們回去裝 用盜版的被抓到了 不太好 嗯 反正到時候他們三個來我們 我們再看看好了 好 那這個 Paper是在做那個 高導熱複合材料 他是用那個 氮化棚 然後是 以 微米跟奈米的 氮化棚去做 比例調配 然後去調他的 熱導率 那他 對阿 這邊很適合我們要做的餅廳 對不對 嗯 應該會比較熱 會比較熱 對阿 那他 那他這裡面 可以 找一些科普的散熱 散熱膏 的運作原理 或是現在的配方 之後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要靠你來學習阿 像泳城 就專門 讓我們介紹COVID-19 散熱膏 我可能要再 稍微找一下 因為 好像 不可能還沒找到對的地方 打中文其實就可以了 然後科技部的計畫 嗯 你也可以用一些網站上面找到的 科普材料寫進去阿 好 好 那我再去整理一下 那他 這邊 他這邊總共有對 所以 POLO NITRO 有做三種濃度 的複合材料 然後 他的 比例總共有 欸 微米跟奈米的比例總共有七種 他這裡面是說 最高 最高的 導熱率是 30% 然後 比例是5比5 的那個 然後 在這邊 然後 這邊 這邊的最大 就是在說 這邊是說 之前已經有很多人去做過一些 微奈米的填料 在聚合物中做複合材料 對 然後 他的POLO NITRO 有好幾種形式 對 是哪一種形式 形式 六方 他是一個什麼 高結構六方 金格 騙狀的嗎 嗯 他是有分層 喔 就是騙狀 對 騙狀 然後是算是 少乘數的 他說大概 是10乘數 對 那所以散熱膏的POLO NITRO 還是 另外一種 Cubic 的材料 才是 做散熱膏裡面的填充機 應該是 填充機 大部分看 目前看到大部分是 填充機 對 我說POLO NITRO 可以打開嗎 Materials Project 可以打開嗎 Materials Project 你可以看一下 不知道POLO NITRO 有幾種 Materials Project 天然的 合成物 中邊 M-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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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aterials Project M-O M-A-E-R-A M-O M-Y-O M-O M-O 好,然後 這沒辦法把結構一次修出來,也有一個點 呃,對 等他去玩,你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這個BORO NITRINE,它應該有好幾種不同的銅分,一購物嗎? 嗯,一購物 那所以,用作SENWO PANDA CUTY的散熱膏裡面的這種填充劑,是哪一種形式? 好,我再去對一下 BORO NITRINE有很多銅分,一購物,但是只有某一種,可以當作散熱 那招拳那個是BORO NITRINE,但是它要SENWO PANDA CUTY比較 要怎樣,比較低還是高 招拳好像是要低喔 因為它是ENWO PANDA CUTY的嘛 因為它是ENWO PANDA CUTY的嘛 那你的主題是BORO NITRINE,但是導熱要高,所以跟它是相反的 所以跟它是相反的 好 懂 懂意思 好 那我,我,我再去 比,對比就好 我還有探殼這麼好 對對對 OK,好 OK,好 然後 這邊 這邊就是它有對比這三種 就是這三種濃度,然後 總共是7個比例 這些曲線 那它是說就是 有探殼最低濃度 的 大概是 0.4 那已經比它 純基質 的 導熱率 來得高 就是它的總範圍是 0.4到 1.5左右 那它 存 沒有再加 沒有添加這個 填充物的時候 它等於是 只有0.3 對 然後這邊是它的熱打的 示意圖 就是 它熱 散熱傳導的方向 對 然後這邊就是有 Micro跟那個 示意圖 那這是10%跟 20%的 它在10%跟20%的 顯微鏡下面 有看到 還有一些 這些基質的結塊 它就是代表說 它的 那個 填充物的濃度還不夠高 它 到這邊 30%的時候 喔 OK 所以那家公司 其實也是要做這個 就是有空氣的地方 就 再把它填滿 對 那它就是 這邊是 3 3 3 它這邊 填充物是 有行程 它的 熱導網路 對 但是它 那個 在Nero這邊 會有 很多堆疊 OK 那它有提到 大小比哪一個 是最佳比例嗎 有 5 中間這個 我是說 這邊的Size 比如說 它的 半徑的比例 這邊是3 這邊是1 它的熱導是最好 有提到這個 你看這個Filler它有大有小 對 對 那大小不同的比例 會不會 應該也會影響嗎 對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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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我們要 做的就是這個 除了因為材料 它們已經定了 對 現在就是 這個大小比例是多少 是最佳的SERVAL CONNACULTY 的配方 它現在這邊說 它有提到一個大小 好像是200 1 M 所以它現在這邊配合 是大小是固定 對 它只是 單純在調配那個 大小的 NARO跟 對 NARO跟MACULTY 所以 那這片配合 就是我們要做的組織 很相關 嗯 然後 這邊是 反過來是 其實比賽 但是會發現 還是有很多空隙 對 那所以它 最高的 峰值熱島 是在 5比5的狀態上 嗯 對 你看這樣子 為什麼不全部用小的 就好了 全部都用小的 小的 不就空間 幾乎都填滿 對 我也不知道 它大大的 大大的好像是 跟大家講 講 講比他 它大的應該是 那個 大 欸 它用它的那個 導電 它其實還有做那個 變組 它的組織 但是我還沒有確定 是不是真的 對 訊委是說 主要的傳導是大的 對 它是用大的 那小的是 填滿它的 對 填滿它的空隙 填滿它之間的空隙 然後可以行走它的導電網路 OK 對 那天我們討論是說 這邊小的填滿 是不是有更小的再可以填滿 嗯 填到多少 是最好的 他們又提到幾個問題 對 到時候我們大的 可以當作一個 主要的 主體 然後再填別種材料 也可以 他們就想要知道這個東西 好 這邊 這邊